比賽已進行四組 眼看戰況陷入膠著 又面臨了隨時要登場演唱的考驗 讓每位選手的內心 都承受著不小的壓力 接下來呢 我們的黃玉玲老師要派出的這位是 童話 童話 那這邊建妮老師 白潮 白潮落萌 沸落萌 妳好 妳好 天哪 這一戰是一場硬仗啦 是不是 來 童話妹妹 請問你今天選的是 Chasing Pavements 這首歌非常特別 我想因為她其實不算是主流歌手 但是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女歌手 她的名字叫做 Adele Adele 其實她Adele出來 好像是跟Duffy他們差不多前後期 都出了好幾個很特別的女歌手 所以從他們的選歌可以知道 這些選手非常努力 認真 白潮落萌 妳選的是 唱一首愛的代價 李宗盛的歌 一首大家那麼熟 一首大家那麼不熟 可是呢 我們就要聽聽他們個人技巧 演繹不同啦 在這邊掌聲 先歡迎童話林唱 謝謝大家 在彩排時 童話音不夠熟悉歌曲的段落 導致出錯連連 我唱錯了 我唱錯了 笑話 來 我們最後一次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因為這首歌它本來很長 因為這首歌它本來很長 然後我跟老師商量了半天 商量了半天 然後剪了很多 改了很多 然後前三次我全都唱錯了 然後剛才阿咪老師還跟我 開玩笑說 你要是唱錯 你就改名姓孝 叫笑話 結果我就唱錯了 不過還好第四次就OK了 我想明天應該是OK的 所以加油 線上唱歌細膩 身負情感的白潮露萌 童話能以擅長的英文歌曲 擊敗對手嗎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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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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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Boys 请 Boys 两个小东西 一个我觉得走吧 你常常在那边有一点点那个 没有问题 不用那么多 因为 因为 过了哪里的话 就有点不见了 那个韦 motivation 在上場前 靖靈老師不斷提醒 該注意的演唱重點 白潮落盟能不負老師所望 會對上搶下勝利嗎 像多永遠不凋零的花 陪我經過那風吹雨打 看世事無常 看滄桑變化 那些為愛所付出的代價 是永遠都難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話 仍在我心中雖然 沒有他 走吧 走吧 仍總要學著自己長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難免經歷苦疼掙扎 走吧 走吧 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也曾傷心流淚 也曾黯然心碎 這是愛的代價 走吧 走吧 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也曾經過 也曾傷心流淚 也曾黯然心碎 這是愛的代價 也曾傷心流淚 也曾黯然心碎 這是愛的代價 好 這一站童話YES 我們的白朝洛萌 首先就有請左安老師講評 白朝洛萌妳今天的 就是以往的從容不見了 今天前面我看妳應該有點緊張 所以妳前面有點搶拍 然後一些音準都出現一些問題 那反而是童話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好難唱好難唱 然後跟Roger老師在聊 真的妳的整個靈魂 都在那個歌裡面 真的是太棒了 謝謝 對 尤其是妳那個I Know 那個音階這樣 不知道妳是怎麼轉的 我覺得其實很多參賽者 可以學著就是童話 他就是他活在那個歌裡面了 然後有些歌也許很難 可是他把那個靈魂唱出來了 真的很棒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馬上來看兩位的分數 聲音是童話 請評審按燈 童話的演唱Tracing Payment 得到的分數是25 26 26分 有兩位老師給了滿分 是Roger老師跟童安老師 再來看看白潮落盟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白潮落盟愛的代價 得到的分數是23 23分 好 也不錯成績 在這邊是不是請尤鴻銘老師 我覺得他們各有優缺點 我的這個感覺是這樣子 我覺得白潮落盟呢 他今天感覺上只用了七成的功力 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本來就是一個 很輕柔的歌 所以他很難有特別的表現空間 但是他的聲音跟這首歌表達 還滿能... 一開始就滿能夠 抓得住人家的耳朵 覺得好像有畫面感 那我個人是認為 童話這首歌呢 從他的神情態度知道很有把握 但是我們常常在 比方說這首歌是一首冷門的歌 然後我們聽起來其實是冷門 我覺得你應該用更生動的肢體 或更生動一點的表情 讓我們進入這首很... 就很不熟悉的歌曲裡面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公眾的比賽 如果是一首冷門的歌曲 你沒有辦法一下子感動 感動或者是渲染出來 讓聽眾知道 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只是知道你很熟悉這首歌的話 那可能跟觀眾會有一點距離感 謝謝老師 好 兩位都是強棒 白潮呢 也不能說不甘心 因為可能按照老師的說法 你是輸給自己 對不對 一開始確實是有壓力嗎 還是說太早起床 其實這首歌裡有很多故事 我其實是在想一些東西 對 所以可能情緒起伏會比較大一點 對 這個身為一個表演者 真的很辛苦啦 因為有時候 我們要想一些題材去進入感情 可是那個題材 如果又實在是威力很大的話 又會影響正常演出 不過其實我在那... 坐在那裡真的很困擾 因為一直聽到小胖老師在給評語 你唱的時候他就說 好啦 也不難聽 幹嘛啊你 講得這麼... 好 沒關係 自己的狀態 自己最清楚以後掌握好啦 來 兩位握手一下 童話集聚個人特色的演唱 拿下二十六分的高分 順利擊敗強敵 白潮怒猛 沒想到 沒想到老師給那麼好的評價 我想的有點多 對 而且前面童話唱得那麼好 當然有壓力啦 我開始 我開始